我們把等於是同學最後會問到 這個地方假如說我把它刪除 那有沒有方式在VBA裡面自動產生 而不是用這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這四個問題 那以後如果你要做一些程式上的改變 也不用驚慌 反正你要不就是放在儲存格上面 要不就是把它放在一個變數 那變數名稱你可以自己取 只要不要重複 只要不要是保留字 比如說裡面已經有的那些函數的名稱 你不要用 比如說我這邊取一個D1到D4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一樣 這個已經寫好了 所以主要是增加了有四個東西 剛好就四行程式 增加到回圈裡面 本月起始日 也許你可以做個註解 那怎麼做 我們前面講過 range C1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值 我今天要把2018斜線 F1 再斜線E 那寫法就這樣 range C1 end斜線 end什麼呢 end這個 range F1 再一個斜線 這邊有斜線 斜線E 這個好像似乎相似 有沒有 但是我多寫一個東西 把文字改成什麼 日期 有沒有這邊有個叫 C date 這個函數主要的用途是把文字 因為裡面串接完是文字 轉換成為日期 所以過來的D1 就會是一個日期的格式 多一個C date C是應該是change吧 或者是translation之類的 反正就轉換成date函數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要產生的下一個 第二是什麼 下個月的起始日 那我們剛剛用E-Day 不過你可以用什麼 Day Add 這個Day Add VBA裡面有這個函數 好像在前面也有用到過了 那它的用途就是說 你可以給它月 它三個參數 在相差幾個月 跟哪一個日期比 有沒有 這個是月 相差幾個月 然後呢 跟誰比 跟它比 有沒有 所以這個放過來 那過來的話就是 它的下一個月 有沒有 下個月的起始日 再來的話呢 就是 本月的起始日